嗨,大家好,现在我的巴基斯坦,在网上有这样一个传说 巴基斯坦人把中巴友谊写进了他们的法律 还有写进了他们的课本 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到底有没有 所以我今天请到了巴基斯坦首都的高级律师 What's his name? My name is Bashi Bashi 然后这是巴基斯坦的优秀大学生 吴俊朗 在孔子学院获过奖的 然后中文的非常优秀 当然他也会在这个视频中为我们充当翻译的这样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的康师傅他不会讲这个英语和中文 首先我问一下俊朗 你的小学幼儿园高中初中大学都是在巴基斯坦上的 对啊,在巴基斯坦上 就是在你们的课本当中有没有写到中国呢 有,我们很小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直的时候 在五岁的时候我们学了中巴有一万岁 或者还有我们的书里面写的 就是中国人很努力 中国人很努力 我们必须要看中国人他们 他们工作很努力 然后我们就是关注他们 跟着他们吧 哦,你就是说你们的小学五年级的课本里面有写到 中巴友谊 中巴友谊是他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中国 就是中国经常知道吗 一直帮助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人 然后所以中国人对巴基斯坦特别友好 巴基斯坦人跟中国人也特别友好 哦,那他里面有没有说哪个国家对巴基斯坦是最好的呢 只有一个国家叫中国 你确定 我确定 好的 你可以问其他朋友吧 这个谜题揭晓了啊 就是在巴基斯坦的小学课本里面确实有写到 中巴有一万岁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好朋友 而且我在这个所有的巴基斯坦啊 就是每个城市里面的都会看到一些涂鸦 写的中巴有一万岁 比如说昨天晚上 呃这个大律师还有吴俊朗同学呢带我去了一个呃他们首都最老的一个村子里面对不对 上面有画那个毛主席的像和他们那个国父真大的像 然后上面写了中巴有一万岁 中巴有一万岁 真的吧 哈哈 下一个呢我们来采访康师傅 康师傅呢是一个律师世家 他的爸爸是律师 爷爷是律师 爷爷的爷爷也是律师 并且他呢也是当了二十多年的律师 俊朗 你可以帮我问一下 就是康师傅他这个巴基斯坦的法律里面有没有写伤害中国人欺骗中国人是犯法的 就是有没有把中巴友谊这个东西写进法律里面 没有写的没有写的他已经告诉我 就是这条呢在网上流传的是错误的 然后这个大法官呢他不说可以把他们国家的法律倒背如流也可以顺着读出来啊 他说了中巴友谊这个是没有写进他们的法律的 好的 非常感谢康师傅和俊朗的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 就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在小学的课本里面有提到 中巴的友谊 中国是好朋友 对 但是在法律里面的没有写到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我爱你中国 我也爱 拜拜